第四十九回 焚一财伤心说命负 造铁铁密记浅群鸡 却说刁麦鹏自蒙钦差童子良赏识 本省巡抚蒋中城 亦因他种种出力 欣赏十二分的感激 后来钦差那边 拿他保了个颂布引荐 府台这边明保 亦有好几个折子 刁麦鹏就趁势 请资进京引荐 到京之后又走了门路 引荐下来 接着召荐了一次 经其奉旨 以道元发往安徽补用 凭空里得了一个特指道 声光更与钱不同了 回省之后 不特通省印尾人员养成鼻息 就是府台 因为从前历次成过他的情 不免诸事都请教他 有时还让他三分 因此安徽省里官场上 竟替他起了一个绰号 叫他做二府台 这二府台屡次数翻台 数涅台 数官道 数寻道 每欲缺出总有他一份 都是蒋府台照应他的 后来又数了五湖官道 道任未久 忽然当地有个外露金身 姓张 名守财 从前带过兵 打过年匪 世平之后 带过十几年迎头 又做过一任石缺提督 自从打年匪 录来的钱财 以及做统领克扣的军饷 少说手里有三百多万家私 这人到了七十岁上 因为手里钱也有了 官也到了极品了 看看世界上以后的官 一天难做一天 如果还是恋战 保不定哪时出个乱子 皇上叫你去带兵 或是打土匪 或是打洋人 打赢了还好 打输了 岂非前功尽弃 自寻苦恼 奇巧这一年新患的总督 同他不对 很想抓他个岔子 出他的手 亏得他见貌变色 立刻告病还乡 乐得带了妻儿老小 回家享福 以保他的富贵 他原籍虽然不是无虎 只因从前带迎头 曾经在吴湖住过几年 同地方上熟了 就在本地买了些地基 改了一所房子 后来在任上 手里的钱多了 又派了回来 天买了一百几十亩地 翻造了一所大住宅 宅子旁边又起了一座大花园 这张手财生平只有一样不足 是年纪活到七十岁 膝下还是空无所有 前前后后连买带骗 他的姨太太少说也有四五十个 到了后来 也有半路上逃走的 也有过了两年不喜欢 送给朋友 赏给拆官的 等到告病交戏的那年 连郑太太 姨太太 一共还有十九位 郑太太是续娶的 其年不过四十来岁 听说也是一位 十缺总兵的女儿 张手财一向在女人面上 长英豪惯了的 谁知娶了这位太太来 年纪比她差着三十岁 然而见了面 静其服帖帖 不敢为拗半分 那十八位姨太太 都还是太太未进门之前讨的 自从太太进门 却没有天得一位 在任上的时候 一向太太来的日子还浅 不便放出什么手段 二则衙门里耳目众多 不至于闹什么笑话 所以彼时太太还不见得怎样 不过禁止张手财 不再听小老婆而已 等到交谢之后 回到吴湖 她该造的那所大房子 本是预先画了图样 照着图样盖着 上房一并排斥个酒间 原说明是太太住的上房 后头紧靠着上房 四四方方起了一座楼 楼上下的房间都是井字式 楼上是酒间 楼下是酒间 四面都有窗户 只有当中一间是一天到夜都要点火的 九间屋 每间都有两三个门 可以走得通的 恰恰楼上下 一十八个房间 住了一十八位姨太太 郑太太住了前面上房 怕这些姨太太不妥当 凡是这楼的四面 或是天井里或是家道里 有门可以通到外头的 一起叫木降定上 或是叫泥水降气上 倘若要出来 只准走一个总门 这个总门通着太太后房 要走太太的后房里出来 一定还要在太太的木床边绕过 不但十八位姨太太 出来一起飞不掉太太的房间 就是伺候这十八位姨太太的人 无论老妈子丫头 冲壶开水点个火 也要入太太后房 在床边经过 郑日家人来人去 太太并不嫌烦 而且以为 必须如此 方好免得老爷瞒了我 同这班人有什么鬼鬼祟祟的事 或是私下拿银子去给他们 只要有我这个总关口 不怕他插翅飞去 按下慢表 其说张守才告病回来 他是做过大员的人 地方官自然要拿他抬高了身份看待 县力官小说不着 本道刁麦棚乃是官场中著名的老华 碰见这种主 而且又是该钱的 其有不同他拉拢的道理 其先不过请吃饭请吃酒 到的后来 照例拜了把子 张守才年尊居长是老把哥 刁麦棚年轻是老把弟 拜过把子不算 彼此两家的内眷又互相往来 刁麦棚又特特畏畏穿了公服 到张守才家里拜过老把嫂 等到张守才到道衙门里来的时候 又叫自己的妻子也出来拜见了大摆子 从此两家往来甚是热闹 刁麦棚虽然屡次数缺 心还不足 又托人到京里买通了门路 拿他石寿五湖关道 这走门路的银子 石城之中 听说竟有九成是老把兄张守才拿出来的 张守才一介五夫 本元虽足 到底年轻的时候打过仗受过伤 到了中年 灼丧过度 如今已是暮年了 还是整天地守着一群小老婆私混 无论你如何好的身体 亦总有撑不住的一日 平时常常有点头晕眼花 刁麦棚得了信 一定亲自做了轿子来看他 上房之内直出直进 竟已无需回避的 到底张守才是上了年纪的人 经不起常常有病 病了几天 静其躺在床上 不能起来了 不但精神模糊 言语减色 而且骨瘦如柴 便提火烧 到的后来 静其弹涌上来 喘声如炬 这几个月里 只要稍微有点名气的医生 通通请到 一个方子 总得三四个先生商量好了 方才肩服 一贴药至少六七十块 扬钱起码 若是便宜了 太太一定要闹着说 便宜无好货 这药是吃了不中用的 谁知越吃越坏 仍旧毫无功效 后来又由刁麦鹏 见了一个医生 说是他们的同乡 现在在上海行道 很有本事 张太太得了这个风声 立刻就请刁麦鹏写了信 打付两个拆官去请 要多少银子 就给他多少银子 好在上海有来往的庄家 可以就进化取的 等到到了上海 拆官找到了医生的下处 一看场面 毫不威武 一样贴着公管条子 但是上门看病的人 却是一个不见 拆官只得把信投进 那医生见是五湖关道所见 一定要包他三百银子一天 盘喘在外 医好了在意 另外还要安家费二千两 拆官样样都遵命 只是安家费不肯出 说 我们大人自从有了病 请得大夫少说也有八九十位了 无论什么大价钱都肯出 从来没有听见 从来没有听见还要什么安家费的 先生如果缺钱使用 不妨在包银里头支五天使用 三五一十五也有一千五百银子 那医生见拆官不远 立刻拿架子 说不去了 又说我又不是唱戏的戏子 不应该说包银 同来请的是两个拆官 一个不认安家费 以致先生不肯去 那一个急了 便做好做歹 磕头赔礼 仍旧通通答应了他 方才上轮船 在轮船上包的是大餐间 一切供应不必细数 谁知等到先生来到吴湖 张守才的病已经九分九了 当时急急忙忙 张太太恨不得 马上就请这位名医进去 替老爷看卖 把药灌下 就可以起死回生 奇巧这位先生偏偏要摆架子 一定不肯马上就看 说是轮船上吹了风 又是一夜没有好声睡觉 总得等他养养神 歇息一夜 到第二天再看 无论如何求他 总是不肯 甚至于张太太要出来跪求他 他只是指定不答应 他说 我们做名医的 不是可以粗心服气的 等到将洗过一两天 脸气凝神 然后可以诊脉 如此 开出方子来 才能有用 大家见他说的有理 也只得医他 这医生是早晨到的 当天不看脉 到的晚上 张守才的病 越发不成样子了 看看只有出的气 没有进来的气 这两天刁脉棚是 一天两三趟的来看病 偏偏这天有公事 等到上火才来 会见了上海请来的先生 问看过没有 拆官便把医生的话回了 刁脉棚道 人是眼看着就没有用了 怎么等到明天 还不早些请他进去看看 用两味药把病人板了过来 你们不会说话 等我去同他商量 当下 幸亏刁脉棚好言奉劝 才把先生劝得勉强答应了 于是由刁大人陪着 前面十几个拆棺打了十几个灯笼 把这位先生请到上房里来 此时张太太见了先生 她的心上 赛如老爷的救命星来了 满上房里 阳灯保险灯 阳蜡烛 机器灯 点得闪烁 先生走到床前 只见病人困在床上 喉咙里只有弹出劲抽的声响 那先生进去之后 坐在床前一张屋子上 闭着眼 歪着头 三个指头 把了半天脉 一只把完 再把一只 足足把了一个钟头 把完之后 张太太急急问道 先生 我们军门的病 看是怎样 先生听了 并不打枪 便约刁大人 同到外面去开方子 张太太方要再问 先生已经走出门外 大家齐说 这先生是有脾气的 有些话是不能同他多讲的 当由刁大人让了出来 先生一面吃水烟 一面想卖暗方 说的一句 军门这个病 下半截还没有说出 里面已经是嚎啕痛哭 一片举哀的声音 就有人赶出来报信 说是军门归天了 刁脉棚听了这话 一跳就起 也不急顾 先跑到里头 帮着举哀去了 这里先生双手 捧着一支烟袋 愣在那里坐着发呆 正在出神的时候 不提防一个差官 举手一个巴掌 说 你这个混账王八蛋 不替我滚出去 还在这里等什么 说着又是一脚 先生一阴坐着霉味 便说 我的当差的呢 我要到关道衙门去 又道 我是你们请来的 就是要我走 也得好好地打发我走 不应该这个样子待我 我倒要同刁大人 把这个情理 再细细地同他讲讲 差官道 你早晨来了 叫你看病你不看 摆你娘的臭架子 一直到人不中用了 还是刁大人说着 你这才进去看 我们军门的病 都是你这杂种耽误坏的 不走 等做不成 说着 举起拳头 又要打过来 幸亏刁大人的管家劝住 才腾空放那先生走的 闲话少叙 再说张太太在上房里 原指望请了这个名医来 一天要下去 好救回军门的性命 谁知先生前脚出去 军门跟手就断气 立刻手忙脚乱起来 一位太太同着十八位姨太太 一起嚎啕痛哭 哭得震天就响 正哭着 人抱 刁大人进来了 张太太死时 已经哭得死去活来 一众老妈见识 刁大人进来 但把十几位姨太太 架弄到后房里去 刁大人靠着房门 望着死人 一干嚎了几声 于是张太太又重新大哭 一面哭着 一面下跪给刁大人磕头 说 我们军门深交去了 家乡没有做主的人 以后各事都要仰仗了 刁卖棚急忙回说 这都是兄弟身上应该办的事 还要大嫂嘱咐吗 说吧又哭 张守才祭祀之后 一切成恋成福都不必说 横树有钱 马上就可以办得的 但是一见 他老人家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官 又挣下这么一份大家思 没有儿子叫谁承受 他本来出身微贱 平时与这些近之远亲 自己都弄不清楚 娶的这位续贤太太 又是个五官女儿 平时 把揽加斯 以及嫁于这些姨太太 压制手段是有的 至于如何懂得大道理 也未见得 所以 与过继儿子一事 竟不提起 至于那些姨太太 平日受她的压制 扶她的规矩 都是因为军门在世 如今军门死了 大家都是寡妇家 小的太太也没有仗腰的人 彼此还不是一样 便慢慢地 有两个不符规矩起来 太太到了此时 也净奈何他们不得 此时张府上是整日整夜 请了四十九位僧众 在大厅上拜礼梁王颤 晚上失时 闹得昼夜不得休息 到了三七的头两天 有个泥安的姑子 走了一位姨太太的门路 也想插进来做几天佛事 姨太太已答应了她 谁知太太不答应 一定要等和尚拜完四十九天 功德圆满之后 再用姑子 这件事本来小事情 谁知他们父到家存了意见 这位姨太太见太太不允 扫了她面子 立刻满嘴里几里咕噜的 瞎说了一抛 还是不算 又跑到军门陵前 连哭带骂 叙叙叨叨哭个不了 太太听得话内有音 便把她拉住了 问她说些什么 这位姨太太所幸 一不做二不休 便一头哭一头说道 我只可怜我们老爷 做了一辈子的官 如今死了 还不能够叫她风光风光 多念几天经 多拜几堂颤 好超度她老人家早生天界 免得地狱里受罪 如今连着这么一点点都不肯 我不晓得 留着这些钱将来做什么事 难道 谁还要留着贴汗不成 如今她老人家死了 我晓得我们这些人 更该没有活命了 我也不想活了 索性大家闹破了脸 我剃了头发当姑子去 一面说一面哭 太太也有听得明白的 气得坐在房里瑟瑟地抖 后来又听说什么养汉不养汉 越发气急了 也不顾前律后 立刻走到床前 把军门载日 速来存放房产器具 银钱票子的一个铁柜 拿钥匙打了开来 顺手爆出一大碰的字句 一走走到灵前 说了声 老爷死了 我免得留着这样东西害人 抓了一把 那在焚化稀薄的炉内 点了个火 呼呼地一起烧着 说时迟那时快 等到家人小子老妈丫鬟 上前来抢 已经把那一大棚 一起送进去了 究竟这柜子里的东西 连张太的自家 亦没有个数 大约刚才所烧的一大包 估量上去 至少亦得二三十万产业 有些可以注尸重补 有些票子一烧之后 没有查考亦就完了 当时张太太盛怒之下 不加思索 以致有此一番举动 一煞烧完 正想回到上房里 从柜子里再拿出一包来烧 谁知早被几个老妈抱住 纳在一张椅子上 几个人围着 不容她再去拿了 张太太身不由己 这才跺着脚 连哭带骂 骂个不了 其心说她闲话的那个姨太太 倒愣在一旁待着 不言不语了 正当胡闹的时候 早有人飞跑送信到到衙门里去 刁麦鹏得信赶来 不用通报 一直进去 因为进门的时候 就听的人说 张太太把些家当产业通通烧完 她便三步卖坐两步走到零前 嘴里连连说道 这从哪说起 这从哪说起 一件炉子里还在那里冒烟 她便伸手下去 抓了一下子 被火烫得手指头生疼 连忙缩了回来 看看心总不死 于是又伸下去 抓出一叠 四面已经焦黄 当中没有烧到的几张气质 自己还有些约略可变 刁麦鹏一面剪看 一面连连跌脚 说道 这又何必 看了半天 都是残缺不全 无可如何 一直有复之一探 然后起身 与张太太相见 此时张太太早哭得头发散乱 哑着喉咙 把这世的石墨根油 素了一遍 素霸又跪下磕了一个头 跪着不起来 刁麦鹏再三让他站起 他总是不啃起 口口声声 要求刁麦鹏做主 刁麦鹏一想 他们都是一般寡妇 没有一个做主的 若论彼此交情 除了我 也没有第二个 可以管得他的家事的 于是也就不必嫌疑 满口答应 又说 大哥临终的时候 我受了他的嘱托 本来就想过来替他料理的 一来这两天宫事忙 二来 因为大哥过去了才不多几天 还不忍说道别的 如今既然嫂嫂这里 弄得吵闹不安 那意就说不得了 张太太听了 自然是千感万谢 忙又磕了一个头 磕头起来 便请刁大人到屋里来 拿柜子指给他看 说 我们军门几十年 辛苦赚得来的 明天就请大人过来 替他理个头绪 应该怎么个用头 就求大人斟酌一个树木 省得我嫂子受人的气 刁麦彭道 这件事 不是光理个头绪就算完的 依我兄弟的余见 总得分派分派才好 大哥身后掉下来的人 又不止你嫂子一个 如果还想从前和在一起 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兄弟明天过来 自有一个办法 张太太一向是 唯我独尊的 如今听说 要拿家当分派 意思之间 以为 这个家除了我 更有何人 便有点不高兴 当下 刁麦彭回到自己衙门 独自盘算着 说道 这位军门 他的钱 当初也不晓得是怎么来的 如今整大捧的 被他太太一起往火里送 自己辛苦了一辈子 挣了这份大家死 死下来又没有个传宗接代的人 不知当初要留着这些钱何用 我刚才想要替他们大小老婆分派分派 似乎张太太心上还不高兴 嘿 我这人真正也太呆了 替他分派之后 一个人守着十几万银子 个人干个人的 这钱起飞 仍落他人之手 我明天何不另想一个主意 等到太太出面 把这些小老婆 好打发的 打发几个 打发不掉的 没人歇须 少分给他们几个 余下的一起人归太太掌管 如此办法 少不得 他太太总要相信我 以后各事经了我的手 便有了商量了 转念一想 凡事不能光做一面 总要两面光 必须如此如此方豪 逐一打定 第二天至衙门不见客 独自一个溜到张家 先到大厅上 进了张守才的几个老差馆 小的这班人 都很有点权柄 太太跟前 亦都说得动话的 雕麦棚便着实 拿他们抬举 又要拉他们 坐下谈天 几个老差馆 因他是石缺官道 又是主人把地 其说 大人跟前 哪有标下座位 雕麦棚道 不必如此说 一来 诸位大小 亦是皇上家的一个官 二来 你们太太拖了我 要替他料理料理家务 有些事情 还得同诸位商量 现在跟前 没有别人 我们还是坐下好谈 诸位不坐 我一直好站着说话了 众人至此无奈 方才一起 携牵着身子坐下 雕麦棚 先夸奖 诸位如何忠心 军门过去了 全靠诸位替他料理这样 料理那样 又说 诸位跟了军门这许多年 可惜不出去投标投营 有诸位的本领 倘若出去做官 还怕不坐到提振大员 带红顶子嘛 随后方才说到自己 同军门的交情 如今军门死了 无人问信 我坐靶地的 少不得要替他料理料理 就是人家说我什么 也顾不得了 此时众人已被雕麦棚 灌足米汤 不由己地冲口而出 一起说道 大人是我们军门的盟地 军门过去了 大人就是我们的主人 谁敢说的一句什么 要是有人说话 标下一步答应他 一定揍他 雕麦棚哈哈大笑道 就是说什么 我亦不怕 我同军门的交情 非同别个 要是怕人说话 我也不往这里来了 说吧 就往上房里跑 走了几步 又停住了脚 回头说道 诸位都跟着军门出过力 见过世面的人 我今天到这里来 要从军门的太太商量 现在我奉到上头公事 要添招几营人 又有几营要换管带 我看来看去 只有诸位是老军物 目前就要借重诸位 跟我帮个忙才好 众人一听雕大人 有伪他们做管带的意思 指日便是个官了 总比如今当奴才好 便一起请安 谢大人提吧 然后跟着同道上房 见了张太太 照例请安 劝慰一番 然后又提到 替他料理家务的话 此时一众差官 都当他是好人 见他同太太讲话 并不生他的疑心 把他送到上房之后 便一起退到外面 后着站班恭送 刁麦棚 见跟前的人渐渐少了 方才把想好的主意 说了出来 张太太一听 慎重其意 连忙满脸堆着笑 说道 到底我们军门的眼力不差 交了这些个朋友 只有大人一味可以托得后事的 说着又叹气道 我们军门一条命 送在这般狐狸手里 依我的意思 一起赶掉 一个钱不给他们 刁麦棚道 这是断断乎不可 钱是要给几个的 张太太默默无言 刁麦棚又讲道 这般出过力的差馆 很有几个有才具的 兄弟的意思 要求嫂子赏件几个 等兄弟派他们点差事 帮帮兄弟 横竖又不出门 府上有事 仍旧可以一喊就来的 张太太道 这是大人提拔他们 大人看谁好 就叫谁去 军门过世之后 公馆里亦没有什么事情 本来也要裁人 如今一得两变 他们又有了出路 自然再好没有了 刁麦棚辞别回去 第二天办了五六份杂子 叫人送到张府上 那杂子便是 围着几个拆官 当什么新军管带的 凡是张府上 几个拿拳老拆官 都被他通通调了去 这般人正愁着 军门过世以后 决了指望 如今凭空里 一期得了差时 更胜军门在日 又何不感激之礼 自此以后 这般人便在 刁麦棚手下当差 刁麦棚却自从那日起 一直未曾再到过张府 后闻再续 且说张太太 自从听了刁麦棚的话 同那般姨太太 忽然又改了一副 相待情形 天天同起同坐 又同在一块吃饭 说话异常亲热 从前这般姨太太 出出进进 都要打张太太的床前走过 如今太太 也不拿他们防备了 便在中间屋里 另开了一个门 通着后头 预备他们出进 太太又说 我们现在都是一样的 还分什么大小呢 一般姨太太 逗然见太太如此随和 心上都觉得呐喊 毕竟这般小老婆 几个是好出身 从前怕的是老爷 是太太 如今老爷已死了 太太也没有威风了 有几个安分手挤的 还是规规矩矩 同前头一样 有几个却不免 有点放荡起来 同家人小厮 嘻嘻哈哈 有时和尚进了参灵 或是念经念得短了 或是声音不好听了 这些姨太太 还排宣他们一顿 后来过了半月 借着到庙里 替军门做佛事 就时常出去玩耍 太太非但不管他们 倒反劝他们出去散心 说 你们都是一般年轻人 如今老爷死了 还有什么指望 有的玩乐得出去玩玩 不比我自从遭了老爷的事 就一直有病 哪里有玩的兴致呢 自那日起 张太太果然推头有病 不出来吃饭 一般姨太太见她如此 乐得无拘无束 尽着馅出去玩耍 太太睡在家里 一问也不问 张府中照此样子 已经有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 刁麦鹏 竟其推称有公事 一趟未曾来过 又不时把她 欣慰的几个张府的拆棺 传来欲话说 我这一阵 因为公事忙 未曾到你们军门家去 自从军门去世之后 留下这些年轻女人 我实在替她放心不下 你们得空 还得常常回去 带着招呼招呼 也好替我分分心 众人一起答应称事 背后思议 其说 刁大人如此关切 真正是我们军门的好朋友 又过两天 正是初一 刁麦鹏到城隍庙里 捏箱 磕头起来 说是 神桌底下 有张字铁似的 看是什么东西 便有人拾了起来 递到刁麦鹏手里 故意看了一看 就往袖子里一藏 出来上教 此时 那一班拆官都跟来看见 刁麦鹏回到崖中 脱去衣服 吩咐左右之人一起退去 但把那班拆官传进来 拿着帖给他们看 又是埋怨自己 又是怪他们 说道 我再三地同你们说 我这阵子公事忙 不能常常到你们军门公馆里去 况且现在 又不比军门在日 公馆里全是班女人 我常常跑了去 意狠不便 所以再三交代你们 叫你们时常带着回去 招呼招呼 或者就是 怕闹点事情出来 叫人家笑话 这也不必实有其事 就是被人家造两句谣言 意就犯不着 你们不听我的话 如今如何 被人家写在匿名帖子上头 这个写帖子的人 也是可恶 什么事情不好说 偏偏要说 他们寡妇家的事情 我总得叫县里 查到这个人 重办他一半 这个帖子 幸亏是我瞧见 叫他们拾了起来 倘若被别人拾咒了 传扬出去 那时候名声才好听呢 刁麦鹏一头说 仲差官一面应试 一面看那匿名接铁 那中有两个十字的 只得把上写的四句诗 念给众人听到 吴湖城里出新闻 提督军门开后门 日日人钱来卖俏 便宜浪子与银僧 那两个差官 毕竟是武夫 字虽认的 句子的意思 究竟还不懂 念完之后 愣住不想 刁麦鹏特地 逐句讲给他们听过 然后大家方才明白 那中就有一粗鲁的 听了这些言语 不觉双眉倒数 两眼圆睁 气愤愤地说道 这是怎么说 这是怎么说 我们军人做了 这么大的一个官 倒叫他死后丢脸 这件事标下 倒有点不服气 近来半个月 我们太太有病 睡在屋里不出来 这一定是那般姨太太闹的 太太病了 没有人管他们 就闹得无法无天了 大人 说不得 我们军门死了 知己朋友 可以帮着替他料理料理家务的 只有你老人家一位 标下在这里 替你老人家跪着 总得求你老人家 替他管管才好 于是一起跪下 刁卖棚看了 皱着眉头说道 这事情闹得太难为情了 叫我意不好管呢 也罢 等我慢慢地想个法子 你们且出去 一面打听打听 到底怎么样 一面访访那个写匿名帖子的人 到底是谁 查的人头 我也好办 况且这帖子 既然被我食肉一张 看来总不止一张 外面一定还有 你们姑且留心起来 仲差官只好答应着 退了下来 有两个回到公馆里 把这话禀告了张太太 张太太听了 一声不响 歇了半天 方说 我自己的病还不晓得怎样 哪里有功夫管他们 你们姑且出去查查看 查到了什么凭据 告诉我说 我再来问他们 拆官退出 殷奸太太并不追究此事 心中聚个愤愤 齐说 军门死了 怎么连个管事的人都没有了 尽他们无法无天 这还了得 于是又过两天 那两个性子抱的拆官 正在茶馆里吃茶回来 将近走到园门 忽见照避前 有许多人在那里围住了看 他俩依旧停止了脚 看他们看些什么 原来墙上提着一张字帖 众人一头看 一头说 一头辟解 也辟解不迪当 你倒如何 原来那张字帖 正与前天刁大人 在城隍庙里食着的一样 不过第二句 提督军门开后门一句 改为大小老活开后门 换了四个字了 这两个拆官不看则已 看了之时 不觉一腔热血 大暴不平 也不顾人多拥挤 历时迈不上前 把字帖接在手中 并不回到道衙门 拿了字帖 一静 静到张公馆上房 叫老妈禀报 说 有要事面回太太 太太便换他们进见 那两个拆官见了太太 一言不发 把个字帖 往太太面前移送 说一声 太太请看 太太瞧了 杨作不知 还问 上头说的是些什么 拆官道 上回雕大人 照这样的字 已经见过一张了 标下就来回过太太 请太太管管这些姨太太 少叫他们出去 弄得名声怪不好听的 太太说 没有工夫管他们 如今好了 连太太的名声 也被他们带来上了 太太着急道 怎么有我在上头 拆官道 这第二句 可不是连太太 也被他们糟蹋了吗 太太看了一遍 还是不懂 叫帐房师爷来 讲给他听 方才明白 等到明白之后 这一气真非同小可 当时面孔一板 两脚一顿 也不顾有人没人 捧着个头 穿了一身小衣裳 也不急穿裙子 一跑 跑到军门灵前 拍着灵台 又哭又骂 鼠说 老爷在世 吃了皇上家的钱两 不替皇上家办事 只知道苛扣君祥 弄了钱来讨小老婆 人家讨小老婆 三个五个也尽够的了 你偏一讨讨上几十个 又不是开窑子 要这群狐狸做什么用 如今等你死了 留下这般祸害 替你换了顶带还不算 还要拿我在浑水缸里乱拉 连我的名声也弄坏了 一面鼠说 一面回头叫人 替我把刁大人请了来 他是军门的好兄弟 军门死了 他索性门也不上了 我们这里的事 他一管也不管了 到底我们这些大小老婆 哪一个开后门 哪一个卖俏 哪一个从和尚往来 他是地方官 可以审得的 杭树我是一直病着 连房门都没有出 是瞒不过人的 将来审明白了 哪个狐狸干的事 我同哪个拼命 倘若审不出 我行愿自己剃了头发 当孤子去 住在这里 弄得名声 被别人带来坏了 我却犯不着 说着又叫人去催 刁大人 说他为什么还不来 他不是军门的好朋友吗 军门死了 他静其信也不问了 活的不要管 问他对得住死的吗 正吵着 前面咬手到 快别如此 快别如此 有话起来说 我们好商量 我受了大哥临终时候的嘱托 我赛如就是他的顾命大臣一样 还有什么不尽心的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其心张太太还只是跪着不起来 后来听见刁大人答应了她 方才又磕了一个头 从地下爬起 就在灵前一张矮角屋子上坐下 刁脉棚一己归座 张太太便一五一十 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 刁脉棚道 这事原难怪大嫂生气 大嫂一直有病睡在家里 如今忽然拿你带累在里头 自然你要生气 但是这事情关系府上的大局 传扬出去鸣声不好听 而且也对不住死的大哥 依兄弟余见 还是请大嫂训斥他们一番 等他们以后收敛些就是了 拆官插口道 头一回大人拾着那帖子 标下就赶回来告诉太太说 请太太管管他们 不准他们出去 太太不听 如今果然闹到自己身上来了 刁脉棚道 是啊 当初我交代你们 也为的是这个 张太太道 我从前不管他们 是拿他们当做人 留他们的脸 如今闹到这不田地 大家的脸亦不要了 大人若是肯做主 对得住死的大哥 想个法子 安放安放这些狐狸 若是不能 我就死了让他 说着 伸手拾起剪刀来 就想抹脖子 急得众人连忙抢下 刁脉棚装作没主意 向众人道 这是怎么办呢 众人也是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得主意 张太太又只是催着问 刁大人 到底怎么 后来还是那个 来送信的拆管心直口快 帮着说道 军门过世之后 只有太太是一家之主 不要说是自尽 就是要往别处去住 也是万万不能的 张太太道 留着我在这里受气 人家做了坏事 好一起推在我的身上 既然不准我死 我无论如何 断不能再从这般狐狸 住在一块的 拆管道 太太说道 这步田地 料想是不能挽回的了 现在没得法想 只好求大人 把这些姨太太 都叫出来问问 谁是安分守己的 谁留下 以后跟着太太同住 既然住下 就有得扶太太规矩 倘若不情愿的 只好请她另外住 免得常在一块淘气 张太太道 这些人 我是一个合不来的 刁脉旁道 好是好 坏是坏 不可执疑而论 就是叫他们另外住 也得有个章程给他们 不是出去之后 就可以认所欲为的 张太太道 什么章程 他们个人有个人的私房 还怕不够吃用 宫中的钱 那是一个不能动我的 不愿意尽管走 从前我没有来的时候 小老婆听说 也打发掉不少了 没有什么稀罕 后来这几年 幸亏有我替她管得凶 所以没闹什么笑话 如今军门过了事 还没有断期 他们就一个个的变了样子 刁大人若看把兄弟份上 这般狐狸办都可以办得的 如今还要拿出钱来送给他们 那却万万不能 刁脉棚听必凑近一步 滴滴说道 这话做兄弟的岂有不知 但是如此一做 被别人瞧着 好像我们做事过于刻薄 不如好好地叫他们另外去住 回来兄弟放个风声给他们 并且不要他们住在这里 五湖地面上才好 叫他们远远的 我们看不见听不着 说句不中听的话 说句不中听的话 就是他们跟了人逃走 也不与我们相干 以后我们倒反干净 大嫂意思以为何如 但是姨太太听说一共还有头二十位 张太太道 还有十八个 刁脉棚道 也得做几起 慢慢地分派 不是一天可以去得完的 况其中 国有一二安分守己的 也不妨留两个 陪伴陪伴自己 兄弟今天 先把几个 长城爱出去玩的 替你打发掉 其余的 过天再来 张太太一听 他话有理 便也点头应允 不做一生 刁脉棚于是回过脸 朝着众人说道 我同你们军门是把兄弟 有些事情 虽然我也应该管的 然而今天之事 一张念名帖子 也做不得凭据 我如今并不拿着帖子上说的话 怕爱谁的不是 不过一样 现在军门已经过世 太太便是一家之主 太太说的话 无论谁都不能为虞的 各位姨太太 既然不服太太的规矩 爱出去玩耍 一直把太太的名声 连累弄坏 这便是各位姨太太的不是 太太发过誓 不能再同各位姨太太 住在一处 我劝来劝去劝不下来 这是天长日久之事 倘若今天说和之后 明天又翻腾起来 或是闹得比今天更凶 叫我旁边人也来不及 所以我替他们想 也是分开住得好 现在有我做个当中人 也决气不会刻苦了他们 我今天先替大家分派停荡 愿意去的 仅半月之内 各自另外去住 倘若半月之后不走 便是有心在这里陪伴太太 太太已并不难为她 一样分钱给她使 但是永远不得再出大门 叫他们想想看 还是走哪条路的好 张太太道 走的人 一家给她多少 一请雕大人吩咐个数目 雕麦彭道 这要太太吩咐的 张太太不肯 一定要雕大人说 雕麦彭无奈 只得说道 今天我来分派 无论走的同不走的 总归一样 至于走不走 听便 个人依附首饰 扔给本人 每人另给折子一个 就把大哥所有的当铺分派均匀 每人写名 当本三万 只准取利 不准动本 另外每人再给一千银子的搬家费 不去的不给 张太太意思似乎太多 雕麦彭道 出去之后 仍是军门的人 军门有这份家当在这里 不好少他们的 说完 又对来的两个差官说道 你俩暂且在这里伺候两天 哪位姨太太要走 我不便当面问他们 他们也不便对我说 今天请帐房先生 把当铺里管事的一起约好 敢把利签折子写给他们 谁要走 有你们在这里 也好帮着招呼招呼 不走的 再等我来同你们太太商量 安置的法子 雕麦彭说完了一席话 便急起身告辞 他说话时 一众姨太太在笑漫里 都听得明明白白 有两个规矩的 早打定主意不出去 有两个奸雕的 听了不服 说道 我偏不走 看他能够拿我怎样 后来转念一想 太太的气 从前也受够了 如今有了三万银子的利钱 又有自己私房 乐得出去享用 无拘无束 因此也就不闹 又有些本来不打算出去另住 听了旁人的挑唆 或是老妈丫鬟的窜躲 也觉得出去舒服些 因此愿意分开另住的 十八位之中 倒有一十五位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